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IPPO公民新聞報 有兩百多年晒岩歷史的 臺南錦災教鹽田 是臺南市公告的文化歷史建築 目前轉型作為觀光 僱用人員重啟晒岩 讓民眾可以來這邊認識過去 臺灣晒岩的特色 指使柳灣的酒驗鋼工奉館後 臺南管政府會用文化觀光的名字 讓冠了兩年的折扣鹽田 重心鋼工拍攝 讓全人工手材的協助力拍攝中 就已經很燙了 因為在鹽的時候 海水引進來 這個土盤鹽田它結晶了 成結晶岩以後 我們要把它掃成堆的時候 會含土都是刷三塊 這樣沒乾淨 所以在當時 北門這邊的居民利用瓦片 把它鋪在這個土上面 是不是人質 如果結晶開的時候 把它掃整堆的時候 特別這個土砂 還有一點就是說 這個瓦片經過日曬了以後 我們一般土盤鹽田 可能海水引進來 再成結晶岩的話 可能要五天的時間 但是瓦片呢 只要三天的時間 日空空九年 嚴重功課生意 台南市文化祖先的歷史建築 可以欣賞到很多自然的東西 帶小朋友來更好 小朋友會好像獨自然的自然課 就是保持我們原始的回憶 所謂很好 前台灣已經剩下 沒有幾個地方有了 今天這個瓦片比較嚴重 除了拍攬跟風景遊美以外 有個結了每年來台灣 過年的許廟 黑富燕鷗 讓這個瓦片驅拌嚴重 更增加一個獨特的觀光景色 新北市貢寮的老街上 有一間特色書店 它不賣書 但透過交換的方式 讓書籍可以交流 同時也透過舉辦活動 串起零力間的情感 讓在地的居民 可以有更多的互動 共同關心地方事物 貢寮街有機書店 是一間位於貢寮老街的獨立書店 特別的是這裡只換書 不賣書 顧客可以帶一本自己的書 來交換店裡的二手書 藉由書籍的流通促進知識傳播 我們會希望說 去有機書店 就是說在這個記憶之年 就希望它向那個 有機的一個土壤 那個命運出許多東西出來 書店原本是因應政府的地方創生計劃 將老屋翻修後打造而成 為了活絡社區的互動 書店也會舉辦市集 邀請附近的居民共享盛舉 大家端出自己製作的餐點 在市集擺攤販售 除了增進彼此的感情 也為老街注入新的活力 共聊接有機書店 藉由二手書的循環 以及社區活動 加深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在這條溫暖 且充滿人情味的老街上 持續為地方創生 與環境永續而努力 到這裡 為了 我們來看 在這裡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